弟弟出生以后,家里突然发财了。爸爸买彩票中了五百万,妈妈扔垃圾的时候捡到了一条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他们抱起了弟弟,说弟弟是家里的小福星。自从有了弟弟,家里蒸蒸日上。不像我,生下来就是赔钱货。小姨看我在家里受尽委屈,带走了我。 可自从我走了以后,爸爸赌博签了一屁股债,妈妈的项链也被弟弟偷偷卖掉。弟弟长成了混世大魔王,到处惹祸。而小姨却在赚到大钱,在省城买下了大房子,温馨地和我生活在一起。 原来,我不是赔钱货。我四岁那年,妈妈再一次怀孕了。妈妈问我珊珊,你看妈妈肚子里是弟弟还是妹妹啊? 我很想要个妹妹的,可是我知道爸爸妈妈都喜欢弟弟。妈妈吃了很多苦细细的中药。 爸爸也半年没有抽烟喝酒,所以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妈妈肚子里一定要是一个弟弟啊。片刻后,我对妈妈说一定是个弟弟的。 妈妈听了后咧开了嘴,逢人便说小孩子的话是最灵验的,我说他肚子里是个男胎,他生下来一定也是个男胎。 街坊邻居也纷纷恭喜妈妈,说有了儿子,我们老张家可就有根了,说妈妈是我们老张,家的大功臣。 半年后,弟弟出生了。那天我回到家,家里突然来了很多人,连院子里都挤得满满当当的。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的奶奶也来了,还有许多只有在过年才能见到的亲戚也都在屋子里。 表姑看见我进了家门,连忙招呼我过来扇扇你,快来看你的大胖弟弟哟。 奶奶嫌弃地看了我一眼,骂表姑叫这个陪欠货来干什么,在碍着我大惊孙的眼。 于是我还没有进去屋,又被奶奶撵了出来。 不过我也不着急,反正妈妈已经生了弟弟了,以后爸爸妈妈就不用再安奶奶的骂了。 邻居家二婶子在院子里跟我说山丫头,你爹妈有了宝贝儿子,以后可就不要你了。 我脸色一紧,小小的年纪还不懂如何掩饰,内心的不安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 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其实是很讨厌我的。 我生下来的时候,据说奶奶一听是个女娃,转头就走了,连我妈妈过月子都没有伺候。 爸爸也总是骂我是赔钱货,让她在一众兄弟中抬不起头,几次三甘地想要把我送走。 妈妈一贯是以爸爸为天的,要不是小姨劝她女孩子也是她生下来的一块肉,她也不会对我好。 小姨劝唯一对我好的亲戚,可能是我的命运让她想起了自己童年的遭遇。 天渐渐黑了下来,停尝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吃饭了。 我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想着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一点吃的。 刚进去厨房,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香味是鸡汤的味道。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妈妈才舍得杀个鸡吃。 难道,是因为今天有了弟弟,打算煮鸡汤庆祝一下。 我看着桌子上的几碗鸡汤,刚端起来,想尝一口味道,就听见一声呵斥。 死丫头,谁让你冻的你妈的鸡汤? 爸爸怒怒圆征,伸出大手扯着我的耳朵,把我揪出了厨房。 身体上的潜意识让我一把跪在爸爸旁边。 可是腹中鸡肠碌碌的感觉,让我鼓起勇气向爸爸祈求我真的好饿,让我吃一口饭吧。 爸爸目录比腻。 在灶台上拿了一块硬邦邦的馒头扔给我,赔钱或吃馒头就行。 他说着走向堂屋。 奶奶接了一句要我看,连这馒头都不要给他吃,让他给我的大筋酸洗尿布去。 然后踢了一脚尿布盆,示意我过去洗尿布。 寒风刀子似的搁在脸上,盆里的水冰冷难耐。 我看着温暖的堂屋里,爸妈哄着弟弟睡觉,想着要是家里有钱,我就不用这样辛苦了吧。 于是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家里一定要有钱啊。 弟弟满月夜那天,妈妈出去扔垃圾。 刚出家门,就听见他惊呼一声,我看见妈妈拿了一串项链急急忙忙地进屋去,不一会儿他和爸爸一起从屋里出来。 院子里来做客的亲戚们都问他们做什么去啊,今天可是弟弟的满月夜,过完再说呀。 他们最终按照住自己。 只是一直嘟囔着弟弟是家里的小福星啊。 奶奶也看起来喜笑颜开的,说弟弟给家里带来了好运。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出去的捡到了一条很粗的黄金链子。 他们想出去是为了去县城里的金店看看真假。 满月夜过完后,爸妈收拾收拾去了县城。 临行前,爸爸威胁我到要是你弟弟出了一点意外,老子回来掐死你。 妈妈虽然觉得爸爸骂得难听,但只是皱了皱眉头,没有反驳。 她对我说姗姗,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要看好弟弟,你可是姐姐,要让着点弟弟。 我懂事地点了点头,心想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 可事情往往出乎我的意料。 弟弟突然大哭起来,我手忙脚乱地给弟弟冲奶粉。 这时候奶奶妈妈咧咧地进来了死丫头。 我晚来,一会儿你就敢虐待我的金孙。 他抄起一只鸡毛胆子要抽我,我匆忙逃窜。 年幼的我很想反驳,我没有虐待弟弟。 可奶奶根本不给我开口的机会。 我被门槛绊倒了,膝盖和手肘上顿时火辣辣地疼。 弟弟的奶瓶也摔碎了。 奶奶看见后心疼得不得了,等到爸爸妈妈回来。 他说柱子啊,你家这个赔钱货摔坏了我乖孙的奶瓶。 他是想饿死我的乖孙幼。 爸爸的脸色一沉,一脚踹在我的膝盖上。 跪下,今天晚上不准回屋里睡觉了。 他朝我吼道,妈妈叹了口气,说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呀。 说完他扭头带着大包小包进屋去了。 他们在屋里给一个月大的弟弟展示新来给他的玩具。 原来爸爸中了五百万大奖。 妈妈的金项链也是真的。 家里肉眼可见的富裕了起来。 爸爸总是抱着弟弟,逢人便夸弟弟是小福星,而我是赔钱货。 他们拿着奖金在县城里买了房车,置办了一间兔子,生意做得风风火火。 而我的待遇却没有随家里资产的上升而好过。 爸爸妈妈会给弟弟买名牌衣服,带他去昂贵的餐厅吃饭,连玩具都要买进口的。 而我不仅要帮忙照看店里的生意,还要在家里照顾好弟弟。 弟弟才两岁就有了自己的卧室,还有一间玩具房。 我只能在阳台上带一张折叠床睡觉。 死丫头,你是不是偷吃你弟弟的零食了? 爸爸对着我拳打脚踢,他刚要给我耳光,门铃响了。 是小姨,他带来许多零食玩具,是给弟弟的。 可他接下来居然还掏出一个粉色书包,说是送给我的开学礼物。 里面装了满满当当的文具。 是了,我已经到上小学的年纪。 哟,这不是你们老李家的高材生吗? 怎么舍得来看你姐夫了? 爸爸嘲讽道,来也不是看你这种人渣的。 小姨不甘示弱,她要我领她去我的卧室。 我为难地搓了搓手,领小姨去了阳台。 小姨眼眶瞬间一红,问我珊珊,你去上学了吗? 没,没有的。 爸爸说,上学太花钱了,还不能照顾弟弟。 我老实交代,不上学是不行的,珊珊你要好好学习啊,这样才有机会走出这个家。 小姨的声音铿锵有力。 小姨给了我生活中唯一的温暖。 她来的那一个月,带我去游乐场,给我买新衣服,去吃麦当劳,让我明白了女孩子也有人爱。 小姨甚至还给我去学校办了入学,交上了学费。 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真的很希望小姨才是我的妈妈。 小姨走后,我的生活依旧苦难,但我心里种下一颗改变命运的种子。 学校里我拼命学习,不敢有丝毫松懈。 渐渐地周围人都知道爸爸有个学习很好的女儿。 有人向她夸我,可她却一撇嘴赔钱或读那么多书做傻子,还不如早早嫁人给我们小帅政财力吗? 在她眼里,学习好没有用,因为我是女孩。 我唯一的价值就是为弟弟服务,大了之后还能卖钱给弟弟娶媳妇。 因为我妈就是这样嫁给我爸。 我的妈妈还有小姨也出生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老爷为了给傻子舅舅娶媳妇,想把我妈妈还有小姨都卖给村里的有钱人。 于是我妈就以三万块钱的价格卖到了我家,而小姨在学校里学习很出众。 一路靠着自己读完了大学,妈妈是高价财力娶回来的媳妇,因为奶奶看妈妈是个好生养的样子,娶回来好给家里添男丁。 有时候妈妈总会摸着我的头叹气,说为什么你不是个男孩啊,这样才不会受苦。 偶尔她还会给我塞一点弟弟不吃的零食,还有弟弟喝剩下的牛奶。 妈妈虽然偏心,可她也分给我一丝母爱。 靠着小姨和妈妈的力量,我像野草般生长,可命运却天天给我开了个玩笑。 弟弟的脚摔断了,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照顾弟弟,奶奶也嫌县城远不肯来。 爸爸陪笑着给班主任打电话钟老师张珊珊把腿摔断了,我给他请几天假。 我被关在家里,照顾摔腿的弟弟,怕我会偷偷学习,爸爸还专门把所有的课本藏了起来。 之后的日子,我在家成了弟弟的保姆,赔钱货,给我倒可乐。 弟弟小小年纪已经耳濡目染了爸爸的所作所为。 在他眼里,我不是他的姐姐,只是一个永远为他服务的工具。 我不是赔钱货,我反驳他,可晚上回到家爸爸就不分青红皂白打我一顿。 是弟弟,他跟爸爸说,我在家欺负他。 皮边还有柳条在我身上留下亲子的痕迹,有时候妈妈也会不忍心。 他叫住爸爸,让他不要再打我了。 可换来的,却是爸爸一脚踹开。 是了,在这个家妈妈也没有地位,他只是奶奶买回来的生育机器。 他只能在无人知晓的时候,偷偷给我上药。 我决心要反抗。 爸爸睡熟后,我偷偷打开他的皮夹,拿走几张铃钱。 趁着夜色逃出这个牢笼,暗面是惨淡的夜色。 可我的心却飞扬起来,连天上的星星都好像在为我指引方向。 小姨那天临走之前,给我留下了她的地址,告诉我有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可以去找她。 我不想太麻烦小姨,因为她也才二十几岁。 可我真的,不想放弃读书这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 凌晨,我跳上开往省城的客车。 大巴摇摇晃晃开了五六个小时,才在天刚刚破晓时分抵达省城。 买完车票后,深无分门的我,在省城大街漫无目的地逛。 大城市给我带来的震撼太多了。 我没见过路上有那么多的小汽车,也没有见过这些高楼大厦。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大城市找到小姨。 车水马龙中,我看见了警察局的牌子。 警局里,温柔的警察姐姐问我来做什么。 我说家里人都没有了。 我来省城找小姨,说着拿出手中那张泛黄的字条。 这是我小姨的地址我郑重地说。 不知道警察是如何联系上了小姨,反正那天晚上,我就被急匆匆赶来的小姨接到了她家。 她问我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 我给她展示了自己身上恐怖的疤痕。 我说爸爸把我锁在家里照顾弟弟,可是我想继续上学,不想当弟弟的保姆。 小姨听完后沉默不语。 她摸了摸我的头,说姗姗,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 接着她讲了她和妈妈经历。 其实当年妈妈还有小姨的学习成绩一样好, 可老爷要嫌上学太贵了,不肯让他们姐妹俩继续上学。 并且直接将大一点的妈妈送到了工厂里当女工。 他们撕碎了妈妈的课本,扔掉妈妈的笔盒,抹杀了她学习的可能。 小姨说,她以为她也会像妈妈那样去打工。 可是临近高中开学那天,妈妈突然塞给小姨一笔钱,让小姨赶紧去市里上学。 那是妈妈偷偷攒下来的钱。 她用这笔钱给了小姨希望,也圆了自己一个梦。 后来小姨上了大学,妈妈却被老爷卖给了我奶奶。 小姨成了老爷嘴里桑尽天良的东西,妈妈则是成了她炫耀的资本。 因为没有结婚前的妈妈给舅舅赞了几万块钱, 结婚后的妈妈又卖了几万块的彩礼,背头的父亲吸血吸到了极致。 那个小成的男人,自己没有本事, 却依然认为自己家里有皇位继承,要男孩传宗接代。 她们不停吸着自己女儿们的血,却对她们拳打脚踢。 她们把这些苦难强加在女人身上, 但我想,我要重破这些对女人的枷锁。 小姨突关系让我来到了省城初中上学。 我不敢放松丝毫,因为我的基础太差了。 小姨每天晚上都会来看我写作业, 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公寓里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小姨会在我考试进步后带我去游乐场, 教我如何穿衣打扮。 渐渐地,我开始融入这座城市。 每天清晨,叫醒小姨的不是闹钟, 而是我早起背书的声音。 这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一中的重点办。 小姨也因为早早选对了风口行业, 赚得盆满钵满。 我们正打算在寿房处看房子, 却接到了妈妈久违的电话。 她问小姨要不要回去参加老爷的葬礼。 我看出小姨开始犹豫, 但她最后决定去了。 我们回到了久违的小城。 这里没有什么变化, 依旧愚昧地让人窒息。 葬礼上, 我看见了爸爸。 但她显然没有认出我。 也对, 没有她的虐待后, 我不像之前那样瘦弱, 五官也逐渐张开。 只不过, 她看起来比前几年沧桑多了。 曾经被大金链子压得直不起头, 如今身上却没有一点金饰。 以前总爱穿西装来冲成功人士, 结果今天这个场合只穿了一件老头衫。 小姨和我在这里格格不入, 仿佛回到了大清。 这些人还在炫耀自己的女儿赚了多少多少的彩礼, 还有自己家几个儿子。 还是妈妈最后认出了小姨, 只不过她有点惊讶我居然和小姨在一起。 自从我那年走后, 他们就当我死了一样, 没有找过我。 只是骂骂咧咧的, 说我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妈妈没想到我已经那么大了。 也对, 我已经离家四年, 妈妈走过来, 想问问我生活得怎么样, 可我突然看见, 弟弟正在扯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 她抓住小姑娘的头发, 掐着她的脖子。 小姑娘的脸仗成了猪肝色, 周围人却没有一个上去帮助她。 我看不下去了, 过去把弟弟拉开。 她厌恶地看我一眼, 说张姗姗, 你这个赔钱货怎么还没死? 突然, 她眼睛一亮, 一把夺走了我的手机。 那是小姨奖励我考进一中, 才买了最新款的手机。 我当然不肯给她, 挣扎着想拿回手机。 但是弟弟长了一身横肉, 一把撞开了我。 她笑嘻嘻地说赔钱货 可不能用这么好的手机, 你和那个小赔钱货 都是我的奴隶。 我这才反应过来, 我的父母在我离开后, 又生了一个女孩。 我的妹妹, 只不过是他们生下来 给张帅当保姆的。 小姨看见了我们这边的闹剧, 她打电话报警, 并且拉起了受伤的妹妹。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妹妹。 按年龄, 她应该才两三岁, 可她看起来个头却不小。 但我知道我爸不可能 给她吃好东西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们给她吃了激素, 让她好快点长大。 想到这种可能, 我握紧了拳头。 明明我们都是她的孩子, 却只能受到她的虐待。 可身为女孩不是原罪, 错的是那些愚昧封建的人。 警察局里, 父亲控诉小姨拐走我。 她说拐走我闺女那么多年, 怎么着也得给我几十万花花吧。 小姨直接被气笑了。 我反手举报她一个虐童, 连带着她的好袋 也一起举报了抢劫。 接着, 我拿出当年被打后的伤情照片, 同时掀起了妹妹的胳膊上的衣服, 小小的身体上不满斑驳的伤痕。 警察的神情严肃起来。 接着我又说到, 四年时间你没有对我出过一点生活费用, 甚至四年前, 我离家出走, 的原因也是因为你不肯让我继续上学。 现在, 请问这位先生, 哪里来的脸像我的小姨索要钱财呢? 她脸上没有羞愧的表情, 反而振振有词女娃上什么学, 还不如出去打工挣钱呢? 人家小娟今年还打工给她弟弟买了辆摩托车呢? 你这个死丫头给你弟弟买过什么? 她还越说越激动, 指着妹妹说就这个小赔钱货, 我养她吃穿, 难道还不能揍她姐姐气吗? 警察有些看不过去了, 打断了她继续发言, 并且将她带走, 以故意伤害罪判了一个月。 我的手机也拿了回来, 弟弟张帅恶狠狠地瞪着我, 仿佛想将我生吞活泼。 回到曾经的家, 这里比以前更加破败。 爸爸的车也没有了, 原来是这几年实体经营不好做, 再加上爸爸平时挥霍无度。 家里这几年的情况早已一落千丈, 车子卖了出去, 店铺也转让给了别人。 但可笑的是, 弟弟居然穿了一身名牌衣服。 小姨见到了妈妈, 打算把妹妹也一起接走。 妈妈愣愣地看着妹妹, 说走了也好, 也能和珊珊一样长成漂亮的小姑娘。 她暗自垂泪, 仿佛在自责自己的无能。 妈妈看向我, 好像透过我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种生活可能。 我想, 妈妈大概是爱我和妹妹的。 纵使生活洗脑了她多年, 她的内心仍然是向往平等的生活。 小姨接走我和妹妹后, 带我们俩去寿楼处继续选房子。 妹妹的表情像极了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震惊, 恐慌, 又带着些许自卑。 小姨看了看妹妹身上的衣服, 决定看完房后, 带我们去买衣服。 走到商场, 妹妹的眼睛都直了。 在那个小城, 也许他们从来没有带妹妹去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我看中了一件白色的裙子, 问妹妹好不好看。 她怯弱地看了看我和小姨, 不敢说话。 我说这就是带你来买衣服呀,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衣服, 就选。 小姨和姐姐不会像爸爸那样的。 妹妹睁着大眼睛点了点头, 我们这一趟收获扑风。 小姨像打扮羊娃娃一样, 给妹妹买了十几件衣服, 还有配套的鞋子。 当然我也拿下了喜欢的新衣服。 小姨也买了几个喜欢的包包。 然后小姨带我们去吃了新开的料理店。 妹妹在那个家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 我想, 如果没有小姨, 我也不会有机会吃到这里的东西。 甚至连上学的机会也没有, 一辈子像妈妈一样。 在娘家的时候为弟弟服务, 到了婆家又要为老公儿子服务。 我是幸运的, 可是我知道世界上还有无数女孩像我的妈妈那样, 折断了翅膀。 也好我可以为她们做些什么。 之后的那个暑假, 妹妹在我和小姨的陪伴下开朗了许多。 她的身体也恢复了不少, 变成一个白白嫩嫩的小姑娘。 我们这边的生活正在变好, 家里那边却不行了。 我听见妈妈打给小姨电话, 她在向小姨借钱。 原来是我那个父亲, 现在欠了一屁股赌债。 她甚至还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 现在他们一家只能跑回村里的老屋继续住。 妈妈崩溃地说, 她本来想卖掉那条金项链, 却还一部分赌债。 可是在家里翻天覆地找了半天, 还是没有找到。 最终她选择报警。 可是爸爸却拦住她不准报警。 原来她早就知道项链是被她的宝贝儿子偷走了。 弟弟拿奈项链的钱买了最新款手机, 还去大餐厅请人吃饭来满足她的虚荣心。 听到这儿, 我忍不住笑了。 果然是一样的基因, 都是一群只知道享受的吸血虫。 不仅如此, 爸爸在葬礼上看出了小姨有钱, 打起了小姨的主意。 他强迫妈妈向小姨要钱。 妈妈不肯, 他就打得妈妈提开入战, 甚至还把她按在玻璃扎上, 不打就不放妈妈起来。 我想到要怎么做了。 小姨带我们回到老家。 我握紧了手中的摄像头, 心里有些发慌。 妈妈看见我们之后, 有些欣喜, 但随即又低下头。 她问你们来做什么? 小姨说, 姐, 你愿意让张强受到惩罚吗? 妈妈点了点头, 无声地答应了。 接着我们把妈妈最常受伤的地方, 装上了针孔摄像头。 他们将会记录下来爸爸的罪行。 我打算留在这里, 揭开他们的遮羞布。 令我意外的是, 妹妹也打算留下来。 我本以为她会因为害怕爸爸, 不敢回到这个家, 却没想到, 我的妹妹也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 接下来, 摄像头还有录音器起到了作用。 爸爸回到家, 发现我和妹妹又回来了。 她上来一个飞踹, 把我踢到地板, 接着又揪着我的头发, 狠狠地对着我的脸扇巴掌。 她边打边骂不是挺硬气吗? 还赶到警察局找老子麻烦。 小帅是你这个赔钱货能告的吗? 赔钱货就是赔钱货, 骨头都透着剑。 她打完了我, 又开始对着妹妹准备拳打脚踢。 我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想护住妹妹。 没想到妈妈却比我更快一步, 一把抱住了妹妹。 爸爸叫嚣着要拉开妈妈, 说你不去好好看着我们家小帅, 过来看这牙死丫头做什么。 你个贱娘们, 怕不是也疲痒了吧? 她一脚踹到妈妈肚子上, 不顾她的死活。 这时候, 张帅从卧室里打开门出来, 抱怨爸爸打人声音太大, 影响他和女王有连满。 爸爸一脸宠溺地对着张帅那二百多斤肥胖的身躯, 生怕影响到他的宝贝儿子。 可等张帅关上门, 他对着我们母女三人又是另一副面孔。 一个星期以后, 趁着爸爸去赌钱, 小姨带走了我们仨。 小姨本身就是坐自媒体工作的。 她将我们的那些受虐待的视频发到网上。 视频一经传出, 立马就引起了社会热议。 视频中那些父亲对于女性的极端侮辱, 还有他对于女性的价值观点引起全潮。 许多网友也很关心我们伤势如何, 表示自己可以提供一些法律援助。 我也注册了ID, 开始呼吁落后地区女孩自救。 社会也因此对我们这个群体产生了关注, 开始进行帮扶。 越来越多的女孩走出家庭, 成为自己, 开始进行她们崭新的人生篇章。 也许我们的力量如同萤火, 但我和小姨始终相信有一天也会燎原。 这个社会已经开始关注到 身为女性所遭受的各种不公, 也行是工作上的性别歧视, 也许是被强制变成家庭主妇的酸心, 更也许是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 女性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受到了太多恶意, 可错的从来不是女人。 最后爸爸被判刑进了监狱。 后来听说弟弟张帅也因为枪截最近了橘子, 这下爸爸再也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抚养她的好袋了, 毕竟爷俩都在牢里面蹲着呢。 至于我还有小姨, 在我高考考上北大的那一年, 小姨也收到了她在清华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我们相拥而弃, 这些年是我们一直互相扶持走了过来, 也是小姨改变了我的一生。 妈妈在逃离爸爸后, 选择留在了省城。 虽然妈妈的学历不高, 可她却勤劳能干, 靠着双手在这个大城市扎根。 妹妹也长成了一个可爱的姑娘, 她会蹦蹦跳跳地和同学一起去游乐园, 也会对着我和小姨撒娇, 完全看不出当年的阴影。 我没有选择北大的热门专业, 反而选择了新闻学。 我想, 这样的话, 我离曾经的梦想更近了一点点。 后来的我有时会深入大山深处, 寻找那些被父母吸血的女孩子。 我是足够幸运的。 我的小姨将我拯救于泥潭, 可那些孩子们却没有一个这样的小姨。 如果可以, 我愿意成为像小姨那样的人, 在她们心里指引方向。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数不清的恶意对女孩子, 但我想, 她们有一天也会冲破家庭和社会的枷锁, 活成自己的模样。 我要做的就是成为她们的那道守护光, 让更多的我还有妹妹找到自己的价值, 明白女孩子也会被人所爱。